大家好,今天是4月8日星期一 今天有個很奇特的天文現象 在美國方面應該有見到月日全食 據聞,不是很吉祥的 所以看看今晚美股是否淋不淋 第一件事,看看香港這邊 北水一直叫大家留意 其實是啤色這條線 這條線一直是上升的 來到這裡有少少回落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北水由這幾天一直一直慢慢上升 今天來說基本上是起先 跌過市跌過,又再升上去,又再緩一點 不過今天還是維持微的上升趨勢 所以基本上上升的板塊都頗多一下 這句話就是五個上升最多的板塊 貴金屬始終是企業第一 金屬方面是企業第二 加東哲司是企業第三 煤炭企業四 五 紫國六元飲品都是企業四 為什麼呢? 這跟通脹有關,跟美元的弱勢有關 這跟通脹有關 這跟中國的經濟回省有關 這跟中國的製造業是需要用多子有關 這跟用電方面都用多子有關 整個板塊來說 除了這跟通脹有關 其他一般都是在說 這三樣東西,特別是這三樣的 中國經濟基本上開始慢慢是好一點 這跟金礦股來說很簡單 全部都升了,有沒有買到金? 一般金屬礦石之間 開始有色的礦業 北方的礦業等等 稀土、里業、菇都應該好 加東哲司不用說 因為製造業好,雙運輸好 所以他們的表現就會好 接著就是紫及林業產品 這個很簡單 包裝 工業製成品 做出來要包裝就用多子 再其次,煤炭有關就很簡單 白電是需要多些煤的 好,再其次之後 我們來看看其次方面 今天升了上去 又試下來 普利加通道是中軸那裏 那裏 這裏將會都可能會 L1的時期 L究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不知道 不過我估計不會是L太多 因為L大約是 一個、兩個星期 就應該看到 一是上去 一是下面 我還是看 上面的可能性高一點 應該升到6月底之前 說過很多次了 就看到是103至105之間 好了,再其次 另外,我忘了說 這麼多的板塊入面 那裏 這些恒生中的企業 已經倒下來了 那就是代表很多中企股 開始表現得不太好 騰訊差一點點 那 有幫又差一點點 那 阿里巴巴是 成交是縮了的 那 那裏 那裏就是有微升 那裏 中國海洋石油 這些石油股資源股 繼續升 比亞迪是繼續升 好 那再跟上去看看 今天有什麼看法 留意這個中國海外